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静雅佛音 我是静雅 南无阿弥陀佛 欢迎大家走进净土宗世界 今天继续请静元法师给我们讲法 那么不光这旋论师呢 他面临着这个高僧大德 他也受这个病苦 你包括玄奘大师 那我之前看传记记载 那么玄奘大师在临终的时候呢 他也是实现病苦 那么当时呢 玄奘大师他生了这个生病 那么玄奘大师就心中怀疑 怀疑是不是我所翻译的经典 或者是有错没有之处呢 他怀疑我这个得这个病 是不是因为我翻译的经典当中 有错误的呢 那么就有一个菩萨就安慰他 就说了 是因为你网节的罪报 都在这个小苦当中消除了 所以你不要升起怀疑 所以可见呢 玄奘大师在临终 也是琐事一点病苦 皆是网节罪业 转为重报轻受的缘故 重报轻受 所以我们在得病的时候呢 你像阴光大师就劝我们 要明因始谷 不可怨天尤人 那么当遇到病苦的时候呢 因当作想要处理轮回之苦的警侧 所以我们要深感激心 要精进修行 那么自然能得到利益 否则你怨天尤人 你不但塑业不能消除 而且呢将会增加罪业 那么果真呢 你不怨天尤人 能够以这个顺受心来念佛 那么这个消除罪业呢 如同沸汤 消融冰雪一样 所以呢 我们是应该抱着一种 顺受之心 那什么是顺受之心 就是一心求愿往生之心 那么这个病呢 就会死 要么就 早早的往生 如果你寿命该中的话 你就已经往生 速得往生西方 那如果寿命未尽 则疾病素育 疾病就会好得很快 所以这个呢 是通过戒弦论师 正法造 戒弦论师 以及玄奘大师 这两位大师的例子呢 来给我们启发信心 尤其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信心念佛 稍加忍耐 因为时间不长了嘛 所以呢 你像这个 反而上就说了 得病患偏乐 得病患偏乐 你真正愿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你得病患 也是偏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里会想 无量大苦即将过去 成佛大乐 很快来临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佛说了 我于无量节 不畏大施主 普济诸贫苦 事不成等绝 等我们到极乐世界之后 就可以和法藏菩萨 因中发愿一样 所以我们讲 任何东西都有学问 世间任何 你像读书啊 他也是在做学问 生病呢 也有学问 生病的学问 就是告诉你 怎样忍受病苦 怎样忍受病苦 也有学问 怎样耐这个病 怎样力来顺受 也有学问 那么医生呢 当然有医生的作用和功效 我觉得呢 要两方面配合 我们自己也要配合 那么有很多人呢 一生病的时候 自己呢 主张大的不得了 自作主张也不行 那么医生呢 遇到这样的病人 他也烦 那么就像你 掉到水里面淹死了 人家要救你 自己一大堆主张 人家怎么来救你呢 叫你不这样 你偏偏要这样 我那样不行 我那样行不行 医生说你自己有本事 你自己救自己吧 我们走了 所以要跟医生 很配合 他怎么说 我怎么做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历来顺受 要顺受 要认怂 要视柔弱 病就是让我们柔弱的 病不是让我们 变刚强的 所以往往人生病的时候 就慢慢变得很柔弱 病就是让我们示弱的 不是让我们示刚强的 所以我们不要跟病对抗 你抗不住 所以希望大家 不得病 那是不可能的 任何人都会得病 任何人都会得病 很多开悟的人 很多大法师 高僧大德 进贤论师也算高僧大德 弦道大师不用说了 也是高僧大德 他们也实现生病 所以得了病之后 我们要观察病 要体验和享受病 那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要怎样去对待 突然想到 我们的净土宗十二组 臭无大师 那么臭无大师就是 那么臭无大师呢 他也是生病的 有一次生病的因缘 他生病的因缘 他所谓不能痊愈 他就想到这个 武庭心观 多障众生念佛观 做这个观 武庭心观 武庭心观其中就有多障 就是第五 多障众生念佛观 耶稣就是说呢 往往这些会生障碍 障碍我们众生念佛 所以他就开始念佛 念佛使他的身体好 所以他就猛然思维 觉悟到念佛一法 是文书 普贤 马明 龙术这些诸大屠萨所倉导 是我们中国像智者 有名 连持偶艺这些诸大善知识 所身体例行的法门 那么我身在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这些菩萨 大善知识 都这样去做 我敢不依从吗 所以他忽然就有 这一念的觉悟 所以他就把 参禅的事情放下了 那么当时呢 一派修禅的人很多 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子们说 现在我要开始来念佛了 你们还想参禅的 可以找其他的地方去 想念佛就留下来 所以他这样猛的一转头 就一心专修念佛 所以他在后来几十年 专修念佛的过程当中 身心就得到了很大的安乐 智慧呢 也很大的提升 那么临命中的时候 也是欲知实至 在大家的这个送 就是 送念当中呢 临命中的时候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叫称一身佛名 见一分向好 所以就往生了 而且车偶大师往生的时候 是一厢满世 停留了七天 头发都有白发 变成黑发 那么三七日呢 就是 秃皮 秃皮 之前呢 我讲茶皮 有人说 师父你是不是读错了呀 其实茶皮 涂皮 是都对 因为这个是 易过来的 他有茶 涂呢 是多一痕 有的地方呢 可以用茶皮 有的地方是涂皮 一般大众 可能认为的读音是涂皮 就是茶皮也对 那么三七日这个 涂皮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百多颗舍粒子 涂皮呢 就是出家人 往生之后的一个 火化 火化遗轨 火化遗轨 所以有 车偶大师呢 有 十六个字 非常著名的 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一生信愿 赤佛名号 那么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我们净土法门的 真正的发菩提心 就是什么呀 怨生信 就是怨生信 以生信愿 吃佛名号 这个生信愿 就是信受阿弥陀佛的救度 怨生阿弥陀佛的净土 吃佛名号 就是行 就是念佛 所以 偶一大师就说了 以三归一 你虽然讲信念 但是都是以行 来设信和愿 所以不要在名号之外呢 去找 信和愿 这句名号就聚足了 信和愿 信和愿 那么这个故事就是 这个 策务大师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生病的时候 唯有念佛 只有念佛 你像这些 高僧大德 他们遇到念佛法门 都是毅然决然的会放下 以前的 修行方式 本来参禅的 把禅宗全部 抛下 放下 只一心 专念这句名号 所以我们就要 所以净土法门 围在老实 你真正开悟的人 他 他就知道老实 你像不光是 策务大师 很多大师都是这样 道处大师 不也是一样吗 本来是讲这个 涅槃经的 尖挑 空宗和有宗 结果遇到念佛法门 毅然把这些都放下了 只念佛 讲法也只讲观经 一生讲观经 两百多部 因为我们 尤其 生病 生病你啥都 也搞不了 修不了 怎么办呢 一再 躺在病床上 一再忍受 发念佛心 发怨生心 就念佛怨生 你就做这件事情 要么就往生 很顺利 很快 要么就是 病呢 如果受命 不容易 味道的话 病也快 病也会很快的就好 那么我更希望大众呢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本人呢 也是 希望自己能 早日往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想往生极乐世界呢 我想到廉池大师 他在书抄当中 就对极乐世界 极乐国土 与巴苦相对的 这个极乐境界 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那我们在娑婆世界呢 有巴苦 生苦 生 脑 病 死 爱别离 愿增慧 求不得 五婴之圣 但极乐世界 就没有 廉池大师就说了 比国年花化生 则无生苦 寒暑不迁 则无劳苦 身一分段 则无病苦 寿命无量 则无死苦 无父母妻子 则无爱别离苦 诸上善人 同会一处 则无愿增慧苦 所欲自至 则无求不得苦 观照空寂 则无五婴胜苦 那么通过这个对比呢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对 苏婆世界产生厌倦之情 而对极乐世界呢 产生心目之愿 从而呢 降低了对死亡的恐惧 因为赌信弥陀 怨生西方的话 那我们来生的生命呢 就会找到一个比今生 更为圆满 更加理想的归宿 更为圆满的归宿 所以我们净土 净土门 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就是誓死如归 是誓死如归的法 也就是直向死亡 接受死亡 放下对这一期生命的流练 而是呢 通过来生净土 获得永恒生命的解脱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 就是誓死如归的法门 向死而生的法门 我们讲 置之死地而护生 这就是形容我们法门的 所以净土宗的一大特色 就是向死而生的 向死而生 誓死如归 放弃 缩脱 心目极乐的情怀 向死而生 那么呢 在这里呢 你分享我们家老上人 曾经给一个老居士 写的一封信 那么通过这封信呢 我跟大家稍微解读一下 这个老居士呢 就是好像因为生病嘛 我们老上人给他 写的一封信 他说丁居士 阿弥陀佛 愿生极乐 专念 阿弥陀佛之人 因之 以非 娑婆九克 以是 极乐圣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愿往生 极乐世界 而专念 阿弥陀佛名号的人 已经呢 不是娑婆世界的 九克了 已经是极乐世界 慎重之一 重大菩萨 这些 诸上善人 的明灭当中 之一了 所以 印光大师 有句话叫 未出娑婆 以非娑婆之九克 未生极乐 以是极乐之嘉宾 那么很多人说呢 我们这个法门 是平生夜城的法门 那么很多人说呢 师父 明光大师 也提倡啊 要临终一念啊 你要把持住啊 你不把持住 就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 下节课 或者下下节课 我们再说 我们这个法门呢 是平生夜城的法门 你念佛的当下 你所有的 成佛的因果 成佛的 这个圆满功德 就已经具足 已经是身在 阿弥陀佛 彌陀光明摄取当中 那么死入极乐 无为涅槃界 以是平生夜城 往生决定 此生是夜暴生 若夜暴已尽 溯源已了 自会命中 若夜暴未尽 溯源尚在 命不能中 我们上人就说了 我们这个身体 是夜暴生 我们为什么 会有这个肉体 就是因为这个夜食啊 来投胎 父母 和父母 行淫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夜食 就会来投胎 我们这个是夜暴生 那如果夜暴已尽 如果我们的夜暴尽了 溯源 鸟了 自然会命中 这一期生命 自然会命中 那如果说夜暴未尽 溯源尚在的话 我们命呢 就不该中 然念佛人 生死已断 往生无碍 但是我们念佛人呢 生死这个根本苦劳 已经断除了 往生是无障碍的 所以往生 我们个个是没有障碍的 虽命未中 虽然我的命还没有中 自然转苦为乐 自然呢 也会转苦为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上人就说了 一苦有根本苦 与之末苦 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苦呢 有根本苦劳和之末苦劳 那么世间之苦呢 皆是之末 生死之苦是其根本 根本极端 之末自苦 那么世间的苦就是之末苦 生死之苦 轮回之苦才是根本苦 那么你根本苦劳 已经解决了 你之末苦劳 也会自然而然就会枯萎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棵大树 这个大树 我把它根给截断 根就是它的根本 它所有的营养输送来源 吸收的养分 都是从根系传到这个末梢 枝头啊 枝叶啊 但如果把它根给切断 那么这棵树是不是必死无疑 是必死无疑 也许你把这个树给截断了之后 你 今天看这个树叶呢 还是绿绿聪聪 明天看可能也还是绿绿聪聪 后天看也是绿绿聪聪的 但是你再过一个月 过两个月 你再看这个树叶就会慢慢枯萎掉 整个树就会慢慢干枯 干枯掉 所以如果常感 所以说你根本苦劳解决了 生死之苦解决了 枝末苦劳 也会自然而然就会慢慢断除 那么如果你常感枝末之苦 如果你总是感到这个枝末的苦劳 那么则其根本之苦人在 那么你根本苦劳就会在 则是未信弥陀救度 词典 上人讲一细思 我们要细思 你像我 我现在知道 我不管怎样 阿弥陀佛必定救度 我一定能往生极乐世界 我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圣众之一 那么我在生病的时候呢 我不会感到 虽然病痛是一回事 但是我内心是安的 内心是有依靠的 内心是有主张的 那么在这个体会 这个苦的时候 也不会 被带入进去 也会从这个苦当中呢 体会到 阿弥陀佛的悲心 体会到解决轮回生死的重要性 那么我不会觉得 我会 很难 就是很难过 或者是情绪低落 或者是 有埋怨的这种心理 逃避的心理 我不会 因为我知道 首先我的病痛 就像记贤论师和玄奘法师一样 因为素业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在这个素业当下 我能够念佛 阿弥陀佛已经让我重抱轻受 而且呢 我是必定往生之人 那么这点小苦呢 对我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上人紧接着说 故若真知我身已尽 不受后有 那么如果真正知道 我这一期生命已尽 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后呢 不受后有 就不再受后生 不再受轮回 那么即使有烦恼 罪业一能长生伐喜 虽然呢 我现在还是个烦恼之人 罪业之人 但是呢 也能常常感到伐喜 而且呢 具足几法两种身性之人 上大师所讲的 几法两种身性之人 其心常怀 谦柔与悲悯 他的心 就是常怀 谦柔的 谦卑柔和 与悲悯的 正所谓 苟至于仁义 无大过也 这是上人引用的 论语当中的一段话 什么意思呢 就说呢 如果说 你心 真正体会到 拿在这里就讲 如果你心真正体会到 安置在这个人上面 安置在这个 机法两种身性上面 你就不会犯大过 那么如此呢 则忏悔于 罪恶生活的心中 一常伴着安慰的 伐喜 所以在我们念念 称名 常忏悔 这样的罪恶生活的 这个心中呢 也会常常 受到安慰和伐喜 尤其 若常念佛 则心意静定 尤其呢 我们常常的念佛 我们的心呢 就容易 安静 静定下来 不易急躁 不容易急躁 那么念佛人呢 自有弥陀的 加持与安排 念佛的人呢 有阿弥陀佛的 加持与安排 那么经中就说了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那么如果少念佛 常生妄造 择意入魔 可不胜之 所以鼓励我们呢 要多多念佛 念佛人 不贪生 不怕死 因随顺因缘 随缘消旧业 更莫造新秧 念佛度春秋 自信 劝人信 那么念佛人呢 不贪生 不怕死 我们做到随顺这个因缘 要随缘消旧业 更莫造新秧 不要造新的这个秧苗 尤其在我们疼痛的 无法忍受的时候 切记不可行极端之事 念佛度春秋 念佛呢 是我们 每天所要去行的 就像形成一种习惯 念佛生活化 生活念佛化 那么更有智者呢 可以自信 劝人信 自己信受了 更加去劝 劝导 导归他人去信受 所以英光大师就说了 若厌世心切 结成 静静 专治念佛 求佛垂慈 早来接引 则亦有之 如果你真的是厌世心切 不想在这个世间待了 厌你这个娑婆的心 非常的恳切的话 那么你结成静静 专治念佛 专心 专一念佛 那么求佛垂慈 早来接引 也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然人者父母尚在 正宜敦伦敬奋 克尽孝道 善巧 劝导 使其必生 若欺自己先生 再来实现 然个人素业不同 未必实现 便能彼此感通 若从何来 苦从何来 根在何处 根本若断 苦若何有 思之 善良就让我们思考 我们的苦是怎么来的 根在哪里 那么苦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素业 因为因果 因为我们是业报生 所以我们受苦呢 很正常 如果你不受苦 我们也不想着解脱 不受苦 那么这个世界 也不叫娑婆世界 那么根在何处 我们的根在哪里 根本若断 苦若何有 我们的根本已经断掉了 那我们的苦 还有吗 所以我们要思考 那么这个呢 我们要经常去 尤其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要思考这些 我们的苦是从哪里来的 根在何处 那么根本若断 苦若何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念佛 求愿往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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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